浴霸开关坏了 我们今天分享怎么来更换一个新的 先给外壳拆掉 然后给这个固定螺丝 用螺丝刀或者用这个电动螺丝刀 都可以给这个螺丝给它拧松 然后给这个面板给它扒出来就行了 扒出来里面的线就是一根火线 五根控制线 这是新买的浴霸开关 是同型号的 通用型的 看看就是这个样子了 然后我们给面板打开 看看和旧的是一模一样的 位置也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现在用电笔测一下 看看是哪根是火线 一般的正常都是这个浑色的是火线 这家电工师傅做的还挺好 颜色分的很轻 这个浑色的就是电源线 你看看电压是220伏的 剩下的五根黄的都是控制线 是灯的控制线 还有吹风换气 取暖的控制线 测试了浴霸所有功能都是正常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给新的开关 给它外壳拆掉 然后新的浴霸开关 外壳就是这个位置是接火线的 其他的就是接控制线的 就是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现在先给这个火线给它成旧的上面给它拆下来 电源线成旧的上面拆下来 我们就给它装到新的上面 给新的这个电源线 这个螺丝孔 螺丝拧松 给这个镜线插到里面 再用螺丝刀给线压紧就可以了 看看现在线就接好了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现在就接这个灯光 然后我们现在顺便给所有的螺丝都给它拧松动 就是这个位置应该是暖风 暖气螺丝拧松动以后 我们就给这个旧的开关上面的灯线给它拆下来 然后放到新的开关的灯线的接线位 给它线插进去 先给螺丝松一松 然后再给线给它插进去 哟 好像搞错了 好像我刚刚拆的这一根是换气 换气应该是这个螺丝 别搞错了 千万干活别出心 然后我们给这个刚刚拆下来线 放到换气上 插到螺丝孔 用螺丝拧紧 然后现在这个拆的才是灯线 位置千万不要搞错了 刚刚可能被手机挡住了 没看清 然后现在呢 我们给灯线 给它插到新的接线孔里面 螺丝打紧 好螺丝拧紧以后 你看现在灯就亮了 刚刚那个开关坏了 灯是不亮的 下面呢 我们拆哪根线呢 就拆吹风线 我们找到吹风线 这两根是暖风 然后这个是吹风 然后我们先给吹风 给它拆下来 放到新的上面 这种风暖浴霸 必须要先接 什么吹风 因为必须要先吹风 然后才能取暖 免得就会给发热块 给它烧坏了 这个电弓师傅真不错 用2.5的线做浴霸线 太硬了 不太好操作 然后刚刚给这个吹风的线拆下来了 现在装到新的上面去了 给它螺丝压紧 然后剩下的两根 都是取暖的控制线 这两根随便弄 搞错了 左右不分 无所谓了 然后前面的接好 这两个就无所谓了 你看看 这是暖风1 暖风2 就是这两个 这个就是吹风 然后旧的拆下来了 就不要了 然后我们现在 给这个剩下的两根 分暖1和分暖2的控制线 两个随便接哪个 控制孔里面都行 左右无所谓 因为它是单独发热的 然后给螺临紧 然后最后一根也是取暖的控制线 给它插到螺丝孔里面 用螺临紧 好嘞 现在这个线都全部接好了 现在就准备给这个线捋一捋 哟 什么东西给我手搓了一下 我以为是电打了一下 我需要什么东西扎了手 然后现在呢 我们给这个线捋一捋 给它面板给它装上去 建工师傅这个玉霸线都用了2.5的 其实用1.5的足够了 就好装一点 这个2.5的太硬了 不太好装 面板压好后 然后给这个固件螺丝 这一种底盒里面的螺丝孔 安装耳朵左右 然后我们看清楚 然后给这个螺丝对种里面的安装孔 给它面板装进去就可以了 两边螺丝一点点的给它安装紧 看看很牢固 非常稳 这边再紧一下就好了 看看灯也亮了 是不是所有的功能都可以正常工作了 然后最后给这个盖板 给它盖上去就可以了 其实安装这种玉霸开关还是很简单 照样子就行了 看看现在灯是正常工作的 刚刚是不亮的 开关装好后 我们给工具收一收 工具别弄丢了 工具不值钱 丢了干活的时候就不方便了 东西收拾好 我们就提包走人了 感谢观看 请大家多多指点 拜拜